各位評審老師好 我們的專題題目是智慧門鎖 這項專題是以物聯網及雲端資料庫為概念而成的作品 我們發現物聯網的應用十分廣大 所以我們想利用物聯網並結合手機APP 去做一套完整的研究 讓使用者可以在忘記戴鑰匙的情況下 又可以打開家門 當然我們也為他的安全設備及網路防盜有很多的想法 首先要介紹我們所使用的器材 1.Wi-Fi模組 2.UNO開發板 3.二路寄電器模組 4.電控鎖 5.1800毫安培的鋰電池 點選程式後 再次確認密碼 輸入完成後,按下註冊即可註冊帳號 進入主畫面 進入主畫面後,按下新增門鎖 您需輸入門鎖編號、門鎖密碼及門鎖名稱 確認完成後即可增加您的門鎖 新增完門鎖後,可再打開門鎖 選擇想開啟的門鎖 10秒後會自動關上 若想查詢門鎖有誰登記 可以查詢可開鎖的人 或想查詢有誰在哪個時間開過鎖 可點選開鎖紀錄即可查詢